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飞升 二蓝筹股派息吸引退休金 三电商平台竞争激烈 股价波动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飞升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经济航班 我是您的机长 也是今天的教授 将带您飞越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飞升 这片广阔的天空 请确保您的安全带已经系好 准备好随我一起穿越这片充满希望的经济蓝天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架经济航班的起飞前景况 疫情时期 航空业可说是 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气流乱流 几乎所有的航班都被迫停飞 旅游业也陷入了一片寒冬 但是 随着疫苗的普及和国际边境的逐步开放 我们终于看到了复苏跑道的曙光 现在 这架航空业的大飞机 已经开始加速 准备重新起飞 乘客们 也就是旅客和投资者 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体验飞翔的快改 随着预定量的增加 航空公司的座位填充率 Low Factor也在逐渐攀升 这就像是飞机的油箱逐渐注满燃油 准备支撑长途飞行 而在股市这片天空中 旅游相关股票就像是被赋予了新生的鸟儿 开始在投资者的期待中展翅高飞 这些股票 包括航空公司 机场 旅游服务提供商等 都在疫情后的复苏浪潮中 获得了新的动力 当然 这场复苏之旅并非没有挑战 航空公司在起飞前 必须检查自己的经济引擎是否运转良好 包括成本控制 债务管理 以及如何应对油价波动等问题 此外 乘客对于健康安全的关注 也推动了航空业进行一系列的机舱升级 从提高清洁 标准到引入无接触技术 都是为了让乘客能够更安心地飞行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航空公司可能会像是经验丰富的老鹰 巧妙地利用气流在经济天空中翱翔 而有些则可能像是初学飞翔的小鸟 还在努力学习如何稳定地保持飞行 对于投资者来说 选择哪家航空公司的股票 就像是选择在哪架飞机上旅行 需要仔细考量其飞行进路和机组人员的专业度 总之 航空业的复苏之旅充满了变数 但也满载住机遇 对于那些准备好在这波复苏中 乘风破浪的旅游谷来说 未来的天空或许会是一片广阔的蓝天 不过 别忘了 即使是最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也会告诉您 在飞行中 永远要准备好应对突如其来的乱流 那么 各位乘客 请继续保持座椅树直 桌板收好 我们即将在航空业富苏 旅游股飞升的旅程中 享受这场经济高飞的乐趣 希望您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蓝筹股派息吸引退休金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蓝筹股就像那个 在家族聚会中总是穿着笨重毛衣 手里拿住一大碟优惠券的富有叔叔 他可能不是最酷的人 但当你需要一点稳定和安全感时 他总是你的岩石 蓝筹股是那些大型 资本充足 历史悠久 且通常业绩稳定的公司的股票 他们就像是股市中的老前者 不会追逐风口上的猪 而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这些公司通常有助强大的市场地位 和稳定的现金流 因此他们能够定期向股东派发红利 也就是所谓的派息 对于退休金来说 蓝筹股的派息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想想看 当你退休了 你的工作收入可能会停止 但是生活开销却不会 这时候 蓝筹股的派息就像是一个 不断递入你钱包的小水龙头 帮助你支付日常开销 让你的退休生活不至于太过拮据 但是 就像任何家族聚会中的叔叔一样 蓝筹股也有它的局限性 他们可能不会像那些高成长的科技股那样快速增值 所以如果你期待你的投资能够迅速增长 那摩蓝筹股可能会让你感到有点失望 它们更像是一个慢慢累积财富的工具 而不是一夜暴富的秘诀 此外 就像叔叔的毛衣 可能会过时一样 蓝筹股也可能会面 零行业的变迁和挑战 因此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定期检视他们的投资组合 以确保这些老牌公司仍然能够适应变化 继续提供那些可靠的派息 总之 蓝筹股的派息 对于退休金来说是一个吸引人的选择 它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 可以帮助退休者维持它们的生活水平 就像那个总是在家族聚会上慷慨解囊的叔叔 蓝筹股可能不会带来惊喜 但它们的稳定和可靠是无加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商平台竞争激烈 股价波动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个数位时代的丛林法则 电商平台的生存之道 在这个由林和一构成的丛林里 电商巨头们就像是一群穿着西装的猛兽 争夺住消费者的每一分钱 而他们的股价就像是在丛林中 跳跃的猴子 时而高挂云端 时而跌落谷底 首先 我们的认识这些丛林中的主要玩家 有的像亚马逊 Amazon 它就像是丛林中的老师王 以其庞大的商品库存和快速的物流网络称霸 然后是阿里巴巴 奥利巴巴 这只来自东方的龙 以其无与伦比的供应链和巨大的市场规模 在亚洲称王 当然 还有像是eBay Shopify这些狡猾的狐狸 他们以更灵活的商业模式 在丛林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些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他们不断地推陈出新 从鸟杀活动到会员日 从个性化推荐到跨境电商 无所不用其极 这场战争的结果 就直接反映在了他们的股价上 一则好消息 可能就会让股价像 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飙升 而一次技术故障或是财报不佳 则可能导致股价像 被施了减速咒一样猛跌 股价的波动 对于投资者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有的投资者就像是丛林中的猎人 时刻准备住抓住那只跳跃的猴子 当然也有不少投资者 在这场游戏中成为了猴子的晚餐 这就是股市的魅力 也是它的残酷之处 而电商平台们 他们必须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创新 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 不是最强的物种会生存 也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 在电商这片丛林中 这句话从未如此贴切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在网上购物 点击结算那一刻 不妨想一想 你可能刚刚参与了一场丛林战争 而你的每一笔消费 都在影响住这场战争的结果 而在股市这个大赌场里 你的每一次投资 都可能是对这些电商巨头的一次赌注 记住 这场游戏既刺激又危险 投资需谨慎 不要让自己成为丛林中的猎物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探讨了 航空业复苏 旅游股飞升 蓝筹股的派息 吸引退休金 以及电商平台竞争激烈股价波动等话题 这些都是当今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是我们可以在投资中寻找机会的地方 在航空业复苏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 和乘客的需求 同时也要注意投资的风险 在旅游股飞升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旅游业的复苏 和投资者对这一行业的乐观情绪 蓝筹股的派息 对于退休金来说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但也需要投资者保持警惕 适时调整投资组合 至于电商平台的竞争激烈和股价波动 投资者需要具备耐心和选择眼光 同时也要注意风险控制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经济世界中 投资永远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游戏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 了解市场的动态 并根据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航空业的复苏 你是否已经计划好下一趟旅程 对于蓝筹股的派息 你是否已经把他们 纳入你的退休金计划中 对于电商平台的竞争 你是否已经找到了你的投资标的 让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想法 一起在这个经济航班中飞翔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